按照各地域的环境不同 我们的房子种类还是很丰富的 你比如我们的黄土高原 去过陕北的人都知道 人是凿洞而居 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是它不耗费植被 就不耗费木材 也没有什么钢筋水泥 非常的绿色环保 窑洞这种形式实际上一直保留在现在 我们看看现在陕北高原 黄土高原以及周边地区 到现在还有人住在里面 作为古老的建筑 它实际上有时候还吸引一些游客 去观看我们早期的这种窑洞 上面是圆的 比如我们延安 革命圣地延安 有很多窑洞 当年我都参观过 除此之外 还有这种便携式的建筑 你比如帐篷就算 我们今天的帐篷 往往都是什么家庭用 一家三口人买个简易帐篷出去做个浇油织一下 但它不是过日子 那过日子的帐篷有什么呢 最典型的就是由我们蒙古草原上的蒙古包 它就叫蒙古包 其实它就是一个很大的帐篷 蒙古族 蒙古族它是依水草而居的 每年它要迁徙 所以它的房屋就不能固定在一个地方 它就一定要使用这种便携式的建筑 是能够拆了建建了拆 蒙古包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它的视觉体验 就是你一旦进去以后它是个圆的 我们大部分人的家都是方的嘛 所以这种圆形的建筑呢 它又不分隔间 就所有事情都在这里完成 比如睡觉啊 带课呀 吃饭呀都在这里完成 所以全家就是一个大厅 这种感觉呢 是一种很神奇的感受 我就是二十几岁第一次去内蒙古的时候 就有这种感受 再有呢 就是我们东北地区 东北地区的木屋 我1969年 去的年初的时候去的东北 去的东北到邻居的时候 看见它那个用木头盖起来的房子 那还是很有冲击力的 那木头都粗 盖房子的木头直径都大概有这么粗 都在二十公分以上 甚至三十公分 都是一根一根木头雷起来的 中间呢 用些塞些黄土去遛缝 那我现在想想 这样的房子今天盖起来太奢侈了 完全是用木头的 可是东北当年就是靠这种大木头盖房 那房子盖的呢 很具铜化色彩 那我们再看看我们的这个华北地区 因为中国真是地大物博 这个地方大 它那个风格就不一样 那华北地区呢 主要都是专房 专房呢 华北地区我们看看就是河南河北 山东山西 这些地方都是专房 专房的样子有所不同 你比如山西的房子呢 差不多都是维和式望里单面的这个屋脊 叫肥水不流外人田 这种院落呢 最早呢 它相对都是一家一户啊 它是比较宽松的 后来呢 由于人口的增值啊 和常年的不怎么盖房呢 就变成很多人挤在一个院里 就变成了个大杂院 大杂院名字就这么来的 我们这些年呢 住宅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以前的房子太小 我们人们都是 想当然的认为啊 住宅肯定是越大越好 但是多大 才算大呢 我刚才这房子还真不是越大越好啊 那么 我有一朋友家里盖了大房子啊 就招待大家去玩玩 玩的时候招好几十个人的屋里都显得很空旷 那我说你这房子太空了 这么大的房子 你住在里头能舒服吗 他说反正都盖了 那不住也得住 隔了几年我再去的时候 忽然发现他们家人都不住那宅子 都住那个 原来给客人盖那个小房子里去了 我说你为什么不住那呢 他说那有好多不方便 说那房太大了太不方便了 一旦没人的时候 家里就一两个人的时候 这屋子里还让你恐惧 说我说那有多不方便 他说有多不方便 我告诉你有一天我手机丢了 找了一天都没找到 玩起来上厕所 他走好多步 越走越恐怖 有时候还发生 这个屋里还发生异响 就很吓人 你没有这种居住经历 你是不知道住这种大房子的恐怖的 也不知道住这个大房子的那种 说不出来的难过 他不拢气啊 我另外一个朋友也是大宅子啊 然后把他那九十岁高龄的老母 接过来住啊 弄着一堆的人伺候 他的老母是从小是在北京南城胡同长大的 那胡同南城胡同本来就拥挤 他在那里长大的呢 他跟左邻右舍啊 街坊四邻都 形成了一种人际关系 见谁都打招呼聊天啊 说现在这大房大是大 好多人伺候他 他没法跟人聊天 说一天最有 一天最高兴的一件事 就是到了下午的时候 围着那个鱼池子 拿那个大白馒头 为紧礼啊 那房子大到什么程度呢 大到就是吓人 所有的家具呢 原来都是溜边放 现在都往中间放啊 显得这个屋子紧凑一点 然后呢 老太太趁着他不在 他都是跟我说 这房子哪是住人的房子啊 就是不舒服嘛 后来呢 他自己那大卧室也是超大 我老说我们都希望卧室 大一点 舒服吧 我告诉你 卧室大了最不舒服 这个如果你的房高再高一点 你那卧室只要大过一百米 二百米 你晚上一睁眼 你觉得就像在仓库里值班 你知道吗 非常不舒服 你看连这个乾隆 乾隆皇上退休那卷秦斋 这个他的过去的进兴灾三西堂都特别小 他那个卷秦斋那个卧室和他呆地我都看过 那房矿这个门矿都快撞脑袋了 我说这皇上住的地儿怎么这么小啊 他不愿意住大地儿 因为大了以后空 心里很犯空 睡着不踏实 幸亏中国人还有那种架子床 拔布床架子床能围个杖子 形成一个心理小空间 如果完全这个大厂四开的 你房子不要大 就一百米就够你一瞧的 你要说二百米的一个卧室 通高再高点 你真的是晚上睁不开眼 睁开眼你就紧张 资本主义早期的时候 也喜欢盖这个豪宅嘛 大别墅嘛 对吧 你今天啊 你去欧洲去美国 你去日本 豪宅就那个早年 一百年前的盖的那个别墅都便宜着呢 我看过呢 欧洲的大古堡就卖一块钱 便宜吧 你给一块钱 你甭管什么钱 你就甭问是什么钱了 一块钱买完就是你的 但是你居住的成本很高 你的土地的 每年要交的税 物业税 你不能改造它 你那个要保持它的那个环境 要保持它的这个外观 这些都是要巨大的成本 那种古堡住进去 你一年你每个几十万美金 你根本扛不住的 所以现在很多古堡 它交通又不便啊 所以很多古堡在国外并不贵 我也一朋友啊 我也一朋友当年呢 这个在美国反正也是发了大财了 发了大财以后 第一件事就是买一豪宅 买一豪宅呢 买那个美国啊 他有一本书 那书呢是美国一百 一百个最著名的豪宅 他买的是那书里 还是前几位的一个豪宅 其实没花多少钱 就买了 买了以后 他就跟我说 说老马呀 说这个你得给我找点 中国的那个乡村家具 便宜的 说我这得弄个集装箱 这屋里太空了 然后他买了一集装箱的 那个中国的那种柴木家具 买了满满一大箱 到那以后 那屋子分都分配不了几件 他说我数数 这屋里光厕所啊 就二十九个 我说你一天上一个厕所 上完了 也就一个月就过去了 所以你说 你这个买这么大宅子 有什么用呢 他唯一的一个乐趣 就是买完了以后 办了一个酒会 招待大家玩了一次 剩下的事就 就变成是一个累赘 最后就是想办法 这个把这房子卖了 是吧 那么酒会一散 所有人都说 你看这俩 这俩人就是脑袋 进水了 傻了 才买这房子 确实是这样 我们今天 如果你不是一个大家族 过去住这种古堡 或者大四合院 你比如五进的大院子 你不是一个大家族 你不是有个 几十个人口的家族 你真住不进去 这里头 你住进去里头 太空旷了 就是你的气儿 气儿不拢 不拢就散 一散这人就 就没精神头了 所以呢 房子 住宅一定不是 越大越好 一定是合适为好 那么这什么叫合适呢 那每个人的心理承受不一样 就是以你平时没人的时候 就你一个人独自在家的时候 不难过 为好 这就是界限 那我们今天看 那个时期的家具中 有很多极为特殊的 就是过去讲的并不多 我们讲的多的是什么 首先是坐具 坐具就是椅子 椅子有很多种 大家都比较熟了这些年 有圈椅 有冠帽椅 有南冠帽椅 有玫瑰椅 有扶手椅等等 再有就是凳子 没有扶手的都统称为凳 方的就是方凳 圆的就是圆凳 够两人做的就叫二人凳 这很清楚 那么再其次是成具 所谓成具就是能承重的 比如我这就案子 这是一个子堂小花案 这是成具 再有就是桌子 这都是成具 再有就是卧具 睡觉用的 我们说了中国的 能躺下的地方 大概有四种 拔布床 架子床 罗汉床和踏 对吧 剩下的就是杂具 杂具很有意思 就是在我们生活中 有时候今天不是那么在意 其实这些东西 生活中特别有用 比如灯架 我们今天谁家里都会有灯 不管你是台灯 还是架子灯 床头灯 反正你都得有灯 过去因为它不能往墙上按灯 墙上按灯也不是不可以 也可以有那种灯架 按在墙上把它拉出来 点燃蜡烛 今天都是电线的 所以墙上埋了很多线 所以有闭灯 有顶灯 周圈有那种暗藏的灯带 所以家里能使光线变得非常的柔和和复杂 过去没有 主要都是靠灯架 比如衣架 我们今天的衣架都是在衣柜里 都有衣服架子单独去挂着 过去中国人的衣架就是衣字的 就是摆着那卧室里有搭在上面就可以了 它有很强的那种视觉的装饰感 那屏风不用说 我们今天家里很少有人用屏风 因为家里首先你没那么大房间 而且古人的房子 我们刚才讲了 就古人一间是一间 它可能是个大通间 它就靠屏风临时遮挡 我们今天一间就是一间 那房子一般老百姓家里的房子 单间的不会超过五十米一间 所以它用不着这个屏风 再有就是香机 香机你看看古画上经常画 古人烧个香 干什么拜个佛 都单独有个香机 我们今天就没那么讲究 所以这些杂具类的家具 今天更多的是作为展示性的家具 或者说作为教育性的家具 出现 你在博物馆里可以看到 对不对 你要今天来官府博物馆 你看这些东西都能看到 那过去呢 是就是一看着人有没有钱 就家里状态怎么样 就一进门就知道了 你使用紫檀花花梨家具的人呢 那肯定身份地位都高 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从明朝 这个后期 家境万历时期 那么明朝的这个 紫檀花花梨 是我们家具的一次大的飞跃 它影响到清朝 尤其清朝后来的康乾盛世 社会富足 有钱人多 所以我们的紫檀花花梨家具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 就是中国最名贵的家具 中国过去 我们有一个朴素的美学观点 这个美学观点很简单 就叫对称 我讲过很多次 对称是中国古典美学的第一原则 就是我们的盖房子也是对称的 家里摆放也是对称的 要不然咱们没那种 那种大厅堂 一个大条案 两把椅子 中间各一扒仙桌 案子上一堆大胆平 它都是左右对分的 我们的过去的卧室 卧室呢 这个在明朝以后呢 我们的这个睡觉质量 大幅度的提升呢 是因为就是大量的使用 拔布床和架子床 你比如我过去一直 这个误认为 这种床南方多 北方少 其实在我们的北方 比如山西 陕西 河南 山东地区 架子床也很多 也不仅仅都是睡炕 睡炕呢 往往是华北再往北去 东北肯定是睡炕 要不冬天受不了吗 炕是能烧热的 华北地区也有很多 就是烧炕的这种居所 它烧炕呢 是从某种意义上讲 是冬天的生活成本 比较便宜的一种方式 因为你只需要把炕烧热了 这屋子就暖和了嘛 那么再有就是罗汉床 三面带围子 有方向感的床 中国的床都是有方向感的 跟西方床不一样 西方床没有方向感 它就两边自由上下 所以西方人 我老跟西方人开玩笑 我说你们闹男女平等 从床上就开始了 因为你是自由上下的 那中国的床 不管你是拔布床 还是架子床 还是罗汉床 你是单面上下的 所以它就有了先后 有了主次 有了尊碑 它一系列问题都会出现 那我们刚才说了半天 竟说这民宅了 民宅我们其实都看得见 其实我们今天 能在全国各地 看到的民宅 再老一点的 也就是明清时期的 偶尔在山西什么 能找到元代的民宅 我看过一些资料 元代的民宅都比较小 但是宫殿 我们看到的宫殿 就是故宫 故宫就是明清两朝的 一个大宫殿 它是天子的宫殿 或者是天子的住宅 家办公的地方 那么我们什么时候 开始有这种宫殿的概念 往早了咱不说 咱就说从秦朝开始说起 秦汉时期 秦朝已经有了 很大的宫殿群了 比如厄旁宫 它这个大殿有多长 它是东西长有1320米 宽有420米 占地面积大概有54万平方米 它这个基座 夯土台高达 现在高达能测出来有12米 12米相当于今天4层楼那么高 我们基本上一般的民宅都是3米一层 它是公认的世界上最大的宫殿遗址 不过由于前殿的面积太大了 还没有完全建成 秦朝就亡了 所以它也就成了世界上可能最早的 也是最著名的烂尾楼 那么到了汉朝 汉朝的宫殿当然依秦制 它也比较宏伟 它没那么大 它也是很宏伟 因为它受影响 魏阳宫大约有5平方公里 虽然总面积不是最大的 但是现行的遗址 还是比较完整的 它没有烂尾嘛 前殿的东西长了 大概是有350米 南北长有200米 这样算下来呢 大概有7万米的一个面积 可以说它是世界上已建成的 就是我们有史料可查的最大的宫殿了 那故宫的太和殿呢 我们现在没有找到特别精确的数据 但是我看了看那个地基 靠目测看 大概也就有1万平方米 理论上讲 汉代的那宫殿是它的7倍大 那我们说呢 这个房子啊 到了近代啊 近代的这个住宅就发生巨大的变革啊 那近代主要是民国以后啊 民国以后 首先是西方的建筑思想传进来 再加之出现了水泥这样的建筑材料 还有钢筋 那西方的建筑思想传进来以后呢 就开始出现了楼啊 小洋楼啊 因为当时都是受西方人影响的 过去人盖房子特别注重外表 就外面得好看 所以呢 就是这种小洋楼就出现了 这小洋楼呢 有的是外国人建的 有的就是咱中国人自个儿建的啊 南北方都有啊 你比如北京啊 北京这个天津都有啊 上海也有 各地的风格都不一样 北京民国味道最足的小洋楼呢 现在保留下来的还有这个东四和东四十条把口呢 那儿的这个段七瑞的执政府啊 有这个京师女子学堂的旧旨 还有东郊民相啊 还有孙中山的行馆 府人大学的这个旧旨等等啊 这些都可以去看看啊 那么我呢 原来啊 就是八十年代初 我调到这个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时候呢 那中国青年出版社呢 是一个王府 老房子 然后这在东侧 西侧呢 就是一个民国的小洋楼 特别有意思 这出版社呢 一进去 既有民国的小洋楼啊 三层 那小洋楼还是三层 然后又有这个清朝的大王府 可惜呀可惜呀 后来单位缺房子 因为那个房子利用率低嘛 把小洋楼先拆了 后来又把这大王府拆了 那那时候呢 文宝做的没有现在这么好 要是现在这种文宝 绝对不允许你拆 那么如果你有机会去天津啊 天津五马路那一段啊 都能看到各式风格的小洋楼啊 那个楼呢 都是一个一个独立的啊 今天去都保留下来了 由于我们这些年 但是总体上来说呢 我们的房屋的建造速度是非常快的 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居住面积改善的也是非常快 增加的也是非常多的 所以呢我们有一个公共设施几乎就消失了 那就是公共澡堂 过去每个单位都有啊 大一点的单位 我小时候在军队呢 不用说军队的公共澡堂的设施很完好 再有就是到了地方去到了工厂啊 都有澡堂子啊 有的澡堂是发的 有的澡堂是买的 一毛钱五分钱啊 到时候就可以去这个洗澡啊 这个一到洗澡日 那时候有的澡堂子呢 是分单双日的 单日男的双日女的 也有那种大单位 男女澡堂子都是完备的 那么我年轻的时候啊 觉得经常在路上啊 在路上可以看到这个 比如在单位啊 在军队大院看到刚洗完澡 从澡堂子出来的那种漂亮少女啊 手盆里啊 不是手盆 那脸盆里端着老三样 老三样是什么呢 肯定是香皂或者肥皂 毛巾还有一双拖鞋啊 这个端着出来 就是那种景色 你今天是看不到了 我记得我们最早那个单位啊 就是军队的那个大澡堂子里 都是木塔拉板 那木塔拉板大概有有三公分厚吧 就是一个木头鞋型的 然后一个皮带一记 走到里头穿着急步跟脚 走起来变了叭啦叭啦乱响 后来后来 多少年以后才开始有这种 我们现在说的塑料的这种拖鞋啊 北京的澡堂子啊 我这个因为我在单位的这个 一直有单位嘛 小时候跟着父母的单位 大了有自己的单位 所以很少去街上的澡堂子洗澡 去没去过去过 陪朋友一块去 当时洗澡两毛六 我记得很清楚啊 这两毛六一张票 你要搓澡呢 再加一毛五 你就可以搓澡了 但是有一点啊 我们早期的建筑呢 按跟今天比较起来 采光都不太好 为什么呢 因为因为简单嘛 它没玻璃嘛 它采光好不了 那现在的我们现存的啊 唐代建筑全国就几座啊 就是原来说四座 是不是这两年又发现了 我就不是太清楚啊 就是比如山西的这个佛光寺啊 南禅寺啊 都是著名的唐代建筑 都是当年梁思成先生到山西考察发现的 那你注意看 它窗户都很小 墙很厚 窗户都很小 那采光一定不好 到了宋代以后 中国建筑的采光就会变得好很多啊 因为它有了礼界的营造法式 什么叫营造法式呢 就是你盖房子的时候 这有一个标本 你得照这方法去盖 这个营造法式的确立呢 对我们的整个宋以后的建房子有巨大的影响 就是在北宋这个时期呢 我们开始出现了隔扇门 隔扇窗之类的发明 那这个呢 就是把外部空间引入了建筑的这个内部 扩大了视觉的效果 提高了这种视觉感受 什么叫把外部空间呢 就是这隔扇门 你要把它全对开 开了以后 只要是春秋两季 空气好的时候 那内外是形成一个 景色的 外面的空间也是室内的空间 所以呢 隔着这个隔扇门 能够享受建筑以外的空间 这个包括通风 包括采光 所以那时候的感受是非常好的 但是冬天不行 冬天屋里冷 你都开开 你受不了太冷 那夏天呢 开开又太热 所以呢 每年至少有一半的时间呢 是内部空间跟外部空间 是联为一体的 它没有很清晰的界限感 这种隔扇门 它是实际上 它是可以让你迎南这一面的 全部都打开 有机会到苏州园林逛的时候 注意一下 就知道了这个建筑的 这种神奇感 比如我们这些年啊 通过视频都能看到 就是这个福建 还有一种建筑叫土楼啊 那土楼呢 大部分是圆的 也有方的啊 那么这种土楼呢 它是当年啊 北人南迁的时候 为了防御当地 跟当地人过度冲突 和防御土匪的 所以才盖成这种围和式 这种围和式的建筑呢 就是特别适合群体 这个居住 所以它的文化氛围 就人情味特足 其实土楼的结构呢 是非常特殊的 它是以石头为基础啊 以生土为材料 再配上一些竹木啊 作为墙古迁拉 你知道这个泥啊 这泥里头只要掺有植物纤维 比如你就是掺上稻草 它都会结实很多 所以像这种土楼呢 它通风啊 采光啊 抗震啊 隔音保温防卫等等功能 它急于一身 所以这土楼的形成呢 它不是偶然的 它是受当地的人文环境的影响 是这个客家人嘛 客家人一听就是远来的人 抱团 防止一族来侵扰而设计的 对吧